黨政焦點要來關心到民進黨徵召指揮官陳時中參選 台北市長態勢是逐漸的明朗 儘管如此積極爭取要提名的林佳龍 依舊是照計畫推出他的政見 今天鎖定的是青年住宅 而之前暗奉陳時中誠恨直高 容易促成敵營操作棄保 陳時中還笑說喜歡我的人也很多啦 但傳出是否要參選要過太太那一關 兩個人已經達成了共識嗎 陳時中則是放閃表示 跟太太的共識就是相愛到了 太太的一個決定跟參與 當然是在我們人生規劃裡面 非常重要的事情 陳時中要不要選台北市長 傳出關鍵在於太座點不點頭 對於太太的各方面的建議 我也都會虛心的接受 他不是有共識的嗎 我們的共識有共識相愛到老 鏡頭前狂放閃 但就是不鬆口說要選 近來逐漸淡出疫情記者會 難道是在備贈選舉嗎 也難怪積極爭取黨內提名的林佳龍 竟然有意無意都暗酸陳時中 說他仇恨值太高恐將導致藍營的棄堡 但國民黨可就不這麼喜歡你了 黑心快篩風波威脅 在野黨質疑是要屬內神通外鬼 陳時中應該處理好再參選 認為有一些醫生或是弊端 我們都需要把它釐清或去處理它 這都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情 也跟選舉無關 要大家不要什麼事都跟選舉連結在一起 而另一頭林佳龍再拋出青年住宅政見 要擴大青年貸款額度提高上限為一千萬 斷出一盤盤牛肉有備而來 開場白講得卡卡的 重來重來再說一次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這是不是一個全新的音樂節目 林佳龍斜槓當起Podcast主持人 新節目來賓找來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雖然聊生活大小事 但三句不理首都市政 林佳龍拼的只是蔡總統 屬於林佳龍出戰新北市 林佳龍卻堅持北市 也考驗著蔡總統如何布局選戰拼圖 記者綜合報導